他举起椰子 拼了命的往石壁上砸 可这东西实在太硬 居然没有半点效果 于是找了块金石 在上面摔了半天 随即捡起石头 又是一顿猛砸 可石头碎成了几块 椰子竟毫发无损 好在手里的碎屑 居然变得十分锋利 人类的智慧占领高地 切了几下 竟然成功打开了椰子 虽然味道苦涩 但好点能让自己活下去 他抱着椰子 贪婪的喝了个干净 就在昨天 他还是物流公司的高管 眼看到了圣诞节 妻子想让他留下过年 可他却想当圣诞老人 坚持去送快递 飞机上 他掏出妻子送的圣诞礼物 那是一个怀表 里面还有妻子的照片 他把怀表放到一旁 跑进卫生间洗脸 突然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气流 竟将他直接吹了起来 飞机发生事故 眼看即将坠毁 机长摘下氧气面罩 套在他脸上 然后让他回到座位 绑好了安全带 求生的欲望 让他死死抱住了气囊 可就在这时 却看到了妻子的怀表 于是不顾安危 将怀表抓在了手里 眼看旁边有救生衣 急忙想要去取 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 飞机扎入大海 海水猛地冲了进来 危机时刻 他拉开救生阀 终于浮到了海面 身后的飞机已经爆炸 只流下一片火海 在巨大的海浪面前 生命不堪一击 他坐在救生阀里 只能听天由命 醒来后 竟被冲上了陆地 死里逃生 让他痛苦流涕 他走在岸边 发现一些冲上来的快递 将他们全部捡了起来 拖着救生罚上了岛 他大声呼救 却根本无人回应 只能在沙滩上 写下大大的求救信号 到了晚上 除了潮生万籁俱寂 他一夜不敢睡觉 刚写好的求救信号 也被海水冲掉了大半 于是滚来巨大的木头 摆在了沙滩上 忙完这些 又有快递被冲到岸上 他尽数收集起来 报回营地整理好 想着如果自己获救 还能将快递送回去 炎炎烈日 他二话不说 立刻搜集了许多 食物得到保障 便开始了探索 在向阳的位置 找到了一处山洞 以后就住在这里 应该能挡挡海风 他煮着木棍 试图尝试着捕鱼 可哪怕磨破了双脚 依旧是一无所获 于是割开裤子绑在腿上 勉强算坐了双鞋 他走进丛林深处 一路爬到了顶峰 四周除了大海 再也空无一物 茫茫无稽的海水 根本看不到尽头 自己做的求救信号 吃着叶子里的淡水 被困惑倒半年 每滴淡水都迷足珍贵 他尝试着捕鱼 就总是无功而返 不经意间 在海边发现个人 他立刻扔掉东西 激动地跑了过去 可把人捞出来才发现 这是他的同事 已经密王多时 他沉阴片刻 脱掉了尸体的鞋子 虽然有点小 但粗糙地改造一番 勉强也能穿上 然后又从尸体上 找到个手电筒 万幸还能用 他挖了个坑 将同事葬在了岛上 然后在旁边的石壁上 给他刻了个墓碑 到了晚上 他在海边撒尿 突然看到海面上 闪烁着一束光点 男人兴奋坏了 急忙大吼大叫 可风浪太大 声音根本传不过去 赶紧拿出手电筒 疯狂闪着信号 可他用尽了力气 光点始终没有回应 他气坏了 立刻收起救生阀 向着光点的方向 慢力地划了过去 巨大的海浪 冲着他寸步难行 更大的海浪袭来 他抹足了力气 想要输死一搏 狼狈地逃回了岸上 眼看希望破灭 他终于扛不住了 第一次将心思 放在了那堆快递上 拆开第一盒快递 里面是急转录像带 暂时没有什么用处 直接丢到了一边 第二份快递 是离婚协议 依旧没用 之后是一份生日礼物 一个崭新的排球 这对他来说 自然也没有用处 拆开第四个包裹 立刻眼前一亮 虽然他穿不上这双鞋 但鞋底的冰刀 无疑是一件神器 后面的包裹里 是一件女士长裙 他在身上笔亮了一下 随手扔到了一边 拿起最后一件包裹 上面有一双翅膀 但犹豫片刻 还是没有拆开 不如把这最后一件快递 当成一个念想 等自己逃离荒岛 就给他送回去 他用冰刀裁开衣服 简单地处理了伤口 拿来开椰子 也是方便了许多 那件女士长裙 被他做成了漏网 一网子下去 竟捞到不少小鱼 有了工具 生活舒服了不少 他削尖木棍 竟然成功抓到了螃蟹 迫不及待地掰个钳子 可看着黏糊糊的枝叶 却始终下不去嘴 为了美食 他想到了钻木许火 于是拿来木棍 卖力地拖了起来 从白天端到黑夜 愣是没看见半年火星 一直到第二天 手心便磨出血来 他气坏了 愤怒地扔掉木棍 抓起旁边的排球 一股脑扔了出去 冷静下来后 生活还得继续 他捡回木棍 顺带看见了那颗排球 自己的血手印 竟然激发了创作的灵感 于是沾着口水 给排球擦出个笑脸 这个叫威尔逊的家伙 成了他唯一的朋友 他沾着口水 给排球擦出个笑脸 然后摆在木桩上 成为了自己唯一的朋友 有了好兄弟的鼓励 男人开始了工作 一边钻木许火 一边跟好兄弟聊天 或许是上天眷顾 枯草就冒出了白烟 他急忙凑过去 麦里地吹了起来 有了火 生活就好了一大截 他兴奋的手舞足蹈 在沙滩上肆意狂欢 躺在篝火旁 终于吃上了烤螃蟹 他一边享受美味 一边跟威尔逊聊天 想想之前的日子 简直让人不堪回首 说着说着 竟还有一丝骄傲 威尔逊就像个老朋友 微笑着听他吹牛 转眼四年过去 他早已习惯岛上的日子 远远地扔出木棍 就能扎死一条大鱼 这天在睡梦中 突然被一阵轰隆声吵醒 他气得不行 训斥威尔逊闭嘴 寻着声音找去 原来是一块塑料板 这东西不错 大概能遮风挡雨 可一阵微风吹过 塑料板应声而倒 看到这一幕 封闭多年的大脑 竟神奇地开了窍 用这玩意做船帆 没准能逃离孤岛 说干就干 他砍倒树木 收集了大量的木棍 然后找一些嫩毛 将树皮做成绳子 可哪怕把录像带用上 绳子依旧不够 他看了眼威尔逊 却不想听对方的建议 没有办法 他还是爬到山顶 取下了备用绳子 这是他担心活不下去 留下来自杀用的 没想到 最后竟成了逃生的关键 出发前 他重新给威尔逊 认真地装扮了一番 然后在石壁上 刻下了自己的流言 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天 一阵海风吹来 是时候出发了 他将威尔逊寄在船头 拿上那份没拆的快递 兴奋地驶入了大海 面对风浪 他没有丝毫惧惧怕 甚至鼓励着威尔逊 与自己共度难关 眼看最大的浪袭来 他解开绳索 瞬间扬起船帆 木划乘风破浪 成功跳了过去 兴奋之余 回望生活了四年的海岛 充满了苦楚和辛酸 一人一求 安静地飘荡在海上 遇到下雨 就赶紧将椰子壳灌满 不到海鱼 立刻向威尔逊显摆 夜里 一场风暴来袭 船帆被瞬间吹飞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紧紧抱着威尔逊 试图为他遮风避雨 可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力量终究有限 当他醒来时 威尔逊已经被吹入海中 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水 却离威尔逊越来越远 他绝望地爬回木筏 哭得格外伤心 威尔逊是他的精神支柱 现在 他已经没了求生的欲望 索性扔掉船桨 躺在船上听天由命 就在这时 一艘巨轮呼啸而过 他用尽力气 终于得救了 几天后 他收视妥当 回归了正常生活 现在最想见的 就是阔别多年的妻子 可四年过去 早已误视人非 妻子以为他死了 也已经改嫁生子 再次看着妻子的照片 却始终无法入眠 他来到妻子家门外 可还没按门铃 妻子就打开了房门 得知男人还活着 他便一直在等他 还是熟悉的房子 可房间里的照片 早已换成了别人 他拿出那块怀表 正是与妻子告别 刚回到车上 妻子竟追了出来 他想放下现在的生活 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可他却知道 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重新开始了工作 第一单业务 就是送出那件 迟了四年的快递 按照地址找到了翅膀的图案 因为家里没人 他便留下字条 将快递放在了门口 回去的路上 他停在了十字路口 正看地图时 一个女孩停下来 为他指明了方向 目送女孩远去 她的后备箱上 居然画着那段翅膀 无论遭遇什么 总有一段翅膀 能让人重燃希望